好,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內容叫做波動 第一個,波動的意思就是物質受到外力作用,產生一個擾動 藉由它物質本身的力量把這個擾動向外面傳 同時也把能量向外面傳 這種現象稱之為波動 也就是所謂的波動就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傳遞能量方法 大概就長成像這個樣子 大概就長成像這樣 好,大概就長成像這樣 它就是壓一下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動作 然後水就會有一個起伏 比如擾動 擾動會向外面傳播 這種擾動的現象我們就稱之為波動 藉由這個擾動呢 它就把能量向外面傳 這個就是我們波動的意思 就是我現在要講的話 就是我現在要講的話 水波 投石入水就會有水波 石頭下去外力作用 能量給了水 讓水產生一個擾動 然後擾動向外面傳播 就一圈一圈的涟漪 這一圈一圈的涟漪就稱之為水波 所以波動是一種傳遞能量的方法 那麼這種講法呢 我們說有個擾動 有個戒指 有個運動 所以這個講法 只適用在力學波 所謂的力學波的意思 就是說它要有戒指 它靠著戒指 把能量向外傳 所以我們又稱它為機械波 水波就需要水 深波後面會叫是需要空氣 神波需要繩子 這種需要戒指的波動 我們稱之為力學波 或者是機械波 那另外一種是不用戒指的 是電磁波 電磁波它不用戒指 像我們的各種的光波 可見光 你看得見的光 可見光 無線電 然後加你微波 你的微波 然後呢 去照胸部X光的X光波 它們都是電磁波 只是波長頻率不一樣 後面會交波長頻率 然後呢 但是它都是電磁波 它是非力學波 它不用戒指 它不用戒指 就可以向外傳 這叫做電磁波 根據它需不需要戒指 分作力學波跟電磁波 力學波需要戒指 電磁波不需要戒指 對 來自然地 需要戒指